看一下吧 今天两边的班图情况 看一下狼队先班 霍比特没班 丘之物语 霍比特先留一手 丘之物语确实是 昨天选的 对 昨天打出来了 然后终于回到自己的常规班位 老街 昨天是放了一手 然后在最后打平的时候被针对了 全是昨天的比赛 霍比特也班了 这两张图确实对于阿康来说比较典型 不语的话是昨天报子出来的 然后霍比特是一直以来的王图 不是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昨天AZ打的那场比赛里边 有三张图全被封印掉了 对吧 丘 霍比特和老街 老街反正阿康也不太想打 包括星梦吧 星梦的话其实也打了一次 但在风仔和宁青打的时候 那场我记得 就是拿这个裁决打的 然后最后在出现失误的情况下 还在最后被反超了 是 其实你这么来看的话 对于AZ来讲 或对于阿康来讲的 这个难点其实就挺多的 因为宁青我们都知道 一直说他最近空港打得很好 或者说从秋天开始 他这样空港打就很好 然后你五星赛道呢 你又只能搬一张 所以说空港老街 你就必须要面临一个二选一的选择体 但是对于阿康来说的话 其实他对于难图的一些掌握程度 并不算特别的高 所以一旦如果宁青来进去选图的话 我觉得这个风险性是极高的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昨天的话 阿康在面对到小哥的时候 也是 有这个图是上场过的 不过是对面小哥选出来的 当时阿康也是在起步之后 就出现了一些失误啊 所以说把机会让给小哥 今天是直接就把他上到班位的 是的 来吧 一张图一张图的看 首先就是首图 大家还都是拿出了 我们最常规选择的训捷流星 对 没有这个赛车差异 阿康这边还是想去硬钢一下 那现在看一下两人侧身出弯 这边过来 把阿康这边稍微再快一点 是 但卡气的话 稍微影响到一点灵性 又是卡气节奏的一个问题 这边弹射过来 再来一个侧身一次的释放 不够 节奏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啊 这个再甩延续过来 对 也都跳起来了 但跌上五分延续 细节的话 其实前面阿康就还是不错的 凝青吹了一圈 成绩差并没有太多的缩短 这就是稳啊 起步阶段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进入到第二圈 完成度来比较高 这边是小瓜森 转向过来 稍微瓜森就给到凝青机会 距离是有缩短的 转的这一下 其实阿康比凝青慢的 写0.1的差距了 已经拉近距离 没有 阿康这个ECU释放的也比较快 没有给到蹭喷的机会 是 这边再甩来延续 0.1的这个世界上 看这一次 这边出弯的这个氮气叠加 阿康出现点问题 反超0.1 对提速要慢一点啊 对 在这个长直道上直接被反超了 他也没有选择直接撞 这个要撞 这个撞过来以后是来不及的 那上的话 宁青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分 感觉阿康的那个CW是没有叠上的 所以提速上面在长直线上 虽然后续这个速度是一样的 但提速是宁青更快一点 对的 对的 它那个弯 虚拟流星嘛 对吧 它只要释放弹器的话 其实 能达到最高速 两边赛车的速度是一样的 是 但是 C和CW的速度就有问题了 对 对 就感觉说在我的大半圈的情况下 但就是也不算是出现一些很大的失误 但是就是这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给到宁青机会了 嗯 不只是这一块 其实前边 在第二圈的 应该是第二个弯左右 这个阿康 对 有一个小小的 应该是刮蹭还是怎么样 让宁青追进了0.1秒的时间 对 应该是最后那个甩尾过来的这个路线 不算特别好吧 对 所以调整以后 在后续宁青就在那个第二个ECU释放点 差点有反超机会 只不过那个车弯 阿康做的也是比较完美的 并没有给到蹭蹭的机会 是的 这样的话 其实看得出来 就是打这种简单图 没有太多难点和细节的地图的话 其实阿康是完完全全有机会 起步占据到优势的话 一稳到底的 对 很大的机会 很大的概率 所以说今天如果阿康来选图的话 多打这种 三星再造 磨 稳着来 对 拿下手图由宁青拿下 阿康怎么来选呢 西湖要不要尝试一下 只不过西湖昨天宁青也主动选过 这谁叫啥图 不至于吧 昨天不是阿康打过 感觉昨天西湖是反复上场 是 但昨天是刚刚好 就是说打到小哥这个点上了 但是今天妹妹的倒是宁青啊 对 两个人都是在昨天主动选出西湖的那一方 直接转过来 但是没能够影响到宁青 嗯 那这样一来的话 手图虽然说三星赛道跑得比较少 比较稳 但是后续我觉得 就算去跑这样的三星简单图 你的这个细节点也一定要做得比较完美啊 嗯 来看一下 阿康选择到的是矿山啊 选了一张西部 这张图对于宁青而言应该也太熟了 对 这很到以前的绝对王图 嗯 从这个吉英战歌时期 对 而且感觉好像现在选出来西部之后 双方都会很默契地直接拿麦凯文 还是选择会把严均再往后留一留 他第二张图这么选啊 我们都能理解 嗯 西部最近这个上场率也很高 是 最近虽然稍微拖了一点 那起步阿康站着比较大优势 连续两张图啊 阿康的起步都能压制明星 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明星的起步 包括昨天在对战道封载的时候 对 起步也是有点慢的 对 感觉好像一直都是风载 一起不先冲船 对 对 那这边弯道已经拉近距离 这边再弹 这边各位已经接上墙了 这边上后墙了 这个角度有点太靠外了 这个距离直接就拉开到了1.6秒啊 他想追求就是甩尾进阶之后的那个角度 出弯的这个角度 但是前面的这个时机并没有把控好 那这样的话 你们先1.6秒 阿康这边的弹射也是顺利做出 没有任何的超距离了 最后的暴击点过来 只剩下长直道 没有任何的对抗机会 那通袭阿康 问题不高九一 这样停 那个甩尾点 一般在甩尾的路线之前 我们大家都会切一个外道 就进阶切内道 甩尾切外道 但他这个有点太靠外 然后甩尾其实又比较晚的情况下 就撞到了后面的外枪 对 因为他当时应该在后置位的话 他是看着阿康的这个甩尾进阶的路线 他想去在这个弯道做自己的细节 然后从路线上缩短和阿康的差距 然后可能在后边的几个弯道里边 再去追求对抗 但是没想到 我还甩的这一下有点太大了 所以说就直接把分叉给甩开了 而且在起步就直接拉开这个0.6的时间差 对 就原本起步就有这么大的差距 然后后面给到这个失误 也是让这个距离变成一道红沟 对 一秒以外 在后面除非是阿康有一个贴死 才有可能把这个距离给拉近 并不能形成反超 没错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是 如果阿康去打像是凌峰镇 这一种简单赛道的话 能够一点点去和明星打拉锯战 但如果我们看到像西部矿山这一种 五星比较难的赛道 它也能够很好的完成和发挥的话 那其实今天 它反倒会是在这一场solo里边 占据上风的那一位 是的 而且就是说能看到在这样地图上面 阿康基本上是很稳的 就没有出现什么失误 是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起步吧 我觉得连续两局的起步 是能够给到压力的 后续你想要再反超 那你必不可少的就是对抗 太晚了就是有一点 然后最后也没有什么意外点所在 明星选择到了美洲 首先也正是这张美洲 在面对到风仔的时候 这个起步又是被压了一筹 对 都练练手 一分一零秒就长一分一一秒二二 昨天这张图也是明星选出来的 而且是起步 没错 它起步也被拉开了当时 但这边起步的话 把阿康给顶了 这样的话两个人同交易CEO 现在差距是0.5秒 暴力点过来 这边差点能够叠上CW 前面明星也顺利做成了 所以说差距并没有缩小 甚至说这里稍微慢了一点 有点被拉开了 我们这边伸出过来 0.7的这个时间差 进到口 再加上ECU 出完ECU没有点到 它放了 对 应该是无效ECU 第一时间的话就是没有点出来 对 它两个ECU现在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那这样的话落后两秒钟 双方都没有ECU的情况下 两秒的距离 这都是给大失误 我们进进到口也顺利过来了 后边阿康小蹭一下 但是没有太大问题 这边再少尾过来 再拉进阶 看下这个暴力 确实通过 那出室内以后 也没有任何的难点 目前1.6秒差距 是不会给到任何机会的 点上过后可以顺利成线 对 1分10秒22很快 起步的话是被年轻带了一下 就是测身过来之后的那个右弯那稍微卡了一下 对 所以就是在这一局起步有优势的情况下 其实阿康在后追的时候 他不得不去做极限 对 对于自己来说 那个ECU的这个无效ECU 其实是比较致命的 对 那一点的话 直接就拉开很大距离 没有办法再追 对 一个大错票 然后点到ECU的时候呢 已经来不及了 对 所以说 此消彼长吧 明星的距离 就自然而然的拉开了很远 那接下来又来到阿康选图 阿康来选的话 其实有很多图是有点冲撞的 你看像黄河和神都 尤其神都这张图是 我觉得万万不可打的 因为像昨天 他的一个战术就是 我先打一手西部 那炎君在留的情况下 如果你拿 那我就反打 不留的话 还是要去选择一张炎君的赛道 那今天 是不是可以尝试换一手选拖呢 就比如说 前面一天 明星没有打好的 极星快乐 前面一天还有一个超线基地 可以 对 超线基地 他昨天 也不能说是完成得非常好 但是也不算糟糕 两个人都跑得很快 对 我觉得面对到明星 确实是可以打这一手星途的 这两张都可以 对于明星来说 超线基地 他就算是落后 他也能跑一个25秒 但是阿康在之前对战的时候 他处于零跑位 而且自己出现失误的情况下 只能跑在一个25秒大 甚至26秒小的一个程度 那如果细节上不够到位的话 其实就不建议了 对 这下面点出来 然后拖了一个无效ECU 选了一手亚特 变相班一手云游天赋 但是你看一下成绩 差了三秒 对 快的有点多 哎呀 这个林总的这路跑得比较少 嗯 但年轻这个一跑就三二 曹晟齐 两下都有对抗 看一下这个弹射 再弹 哎 阿康没弹出来 大家摔了过来以后 这一个ECU的释放点 哎 阿康太靠右了 这个车头 还好 哎 撞后点分 调整了一下 车头拉回来了 嗯 但是我距离的话还是有点远 这距离应该是开局卡本造成的 是 是 看一下这个弹道 直接跟弹气刹车点下 调整车头 再甩尾 0.3的这个时间差 其实还是可以追的 对 点票有弹射 但这边没有弹出来 WC大代表结胜 有点拉近了 有点拉近了 他这个颜色 哦 还好 反倒是长治先生速度 有点被拉开 点再跌 看一下来到口子行弯道 这边弹 角度都还是不错的 那就要看这次FEEL了 撞的也没什么大问题 稍微重了一点点 这距离也挺点巴了 这边连续磕碰距离来到1.5秒 连续的磕碰 对 1.8了呀 前面的凌星是很稳的 前面凌星而且早的劲道 这边再弹射过来 对 点完 又是给到了一个拖票 是一个很大的拖票 对 拖了0.5秒的时间差 但是依然有着非常高的容错率 对 已经是最后一张赛道了 是能够最后一圈子这场就到了 能够拿下 比分来到3比1 凌星最近脱票的色处是挺多的 但是阿康也是 就从ECU处之后 感觉后续就出现接连科捧 它节奏弱了 那ECU出来之后也是连续的弯道 自己的节奏没有调整过来 所以说一直就有点别手 对 就那边连续的弯道没有调整好的话 其实对于后续这个距离就越拉越远 只是说后面凌星的这个弹射 确实能够反映出来一些问题 因为它其实每一天的这个弹射手感都不太一样 而对面其实在大赛的时候 没看到过选出这个电名沙都去试探的情况 对 那这样的话 虽然说两边打的也算是有来有回 但是分差已经来到了3比1 对 凌星领先的优势是蛮大的 而对于阿康来讲的话 接连打同车 后边也必须要打同车 才能不被凌星通过赛车给打开 而对于这局比赛来说 其实阿康并没有如我们所想 去打一些较为简单的赛道 他选的两张图都挺难的 对 都是在五星赛道上面去选择的 所以前面我们有提啊 感觉好像阿康对于这个难图 可能很多细节处理也不是那么难 但是就今天而言的话 选是选的不少 也就是要以赛带练 而且在面对到年轻如此好一个 陪练的情况下 就想打什么图就打什么图 小柯一下 这里已经是相当于把节奏调过来了 那个时候已经是已经1.5秒了 对更早的时候其实节奏就是真挺乱的 好的 好 好 有点 好 好 这边稍微过来 CW跌的要比凝晴稍微慢一点点 0.1的边差 有机会从那道去卡一下 但落地以后的卡器要注意 对 直接挤开 但有点拖啊 这边路线没有凝晴那么好 凝晴起时刚才有点拖 这个点车头没有转过来 ECU释放玩意又直接被卡平了 卡交直了 这个位置影响有点大 ECU相当于没有冲很远 对 这个僵直直接就拉开 这一秒的时间差 看一下后续再追 这路级之后这种僵直的异常状态 其实还是很少见的 这个车头并没有说 通过这个惯性给转降过来 这个车身还打横的 对 你的车呢 又是正常朝着那个方向在走 对 看一下前面凝晴弹射过来 阿康已经有在拉近距离了 对 刚才弹的那个角度 并不是特别大呀 所以调整了一波 已经被拉近了距离 这边一个进阶拉过来 看下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弯道 再拉侧身 那没有难点了 宁清这边CW叠上 可以完成最终的充限 四敌 宁清在室内 咱之前聊过的 那个恐龙化石 那个WCW那儿 我知道恐龙化石是哪儿了 现在 它两圈其实都没有 很好的弹过来 第一圈有对抗嘛 所以影响了一下 它的这个弹射的角度 但第二圈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 自己弹的这个角度有点大了 然后其实就比较靠左 有给到后面阿康机会的 但是后续难点已经不多了 但是最左右胜负手的那一个位置 其实就在于第一个ECU 第一个ECU 甚至我觉得宁清往下跳的那一下 很有可能撞到左边 但还好 它路线是对的 而且不张极限 下来之后 我们想到阿康 反倒是被干扰的比较难受 就被宁清这个车身给卡了一下 这个车头并没有转阵的情况下 ECU冲刺的距离也比较短 对 应该是什么呢 它撞了一下 正在往回拉的时候 然后宁清直接这个ECU 给它带出去了 直接就导致这个车身僵直 对 确实在赛场当中 想要做到这样的情况 很少见 只能说阿康这局 确实是小倒霉 这个ECU基本上 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失误 对 今天第一次见 所以感觉前期对抗是很激烈的 尤其是在这个ECU之前 阿康是直接钻内线 实际上把明星挤开了 但是就比较可惜吧 那比分4比1 已经是来到了狼队的赛点 今天阿康就是 打了这几张赛道 有点非常规 不像他常规的选图 是的 但之前其实也是给到阿康 他的一个个人长选赛道 就是云游天赋 对于这样赛道 今天打明星来说不太适用 所以他将这辆赛车 给置换成了亚特 你看这里俩人 他谈多不好 但是距离很近 这感觉冲的时候 那个车头被明星的那边给挡了 没挡住冲过去 是有卡了一下的应该是 那现在4比1的情况下 阿康还要接着打仗的难图吗 而且打到目前为止的话 没有任何的这个赛车差异啊 感觉最后这首选图会比较关键 是 像今天的这个亚特 云游天赋 制换成的亚特 那其实自己被搬掉的 这个物语和霍比特的 这个赛车使用 也可以稍微再置换一下 看看有没有 自己比较喜欢的赛道吧 其实现在想不到那些了 现在的话就是三辆机甲 全在外边 所以说他得考虑的是 自己要打哪一辆机甲 或者说哪张图 能够让他打得顺手一些 而且4比1的比分 其实也不担心 明星这边会让车 肯定都是拿出 最强的赛车来使用的 对 看一下 选到了这个科隆大教堂 双方都上到送口 这也是挺高啊 这个榜二榜三 也分别是宁清的介入 现在已经来到了宁清的赛点 而且这是已经 小组赛四天以来 第一次在个人赛段 第一局 达到4比1这样的一个大部分 比较少见 实际上的话 刚更快一点 这是他今天的小优势 体步要比宁清略快 是的 就是连续露地下来 断空飘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看后续的一个稳定性 这边已经有想法了 可以想对抗 到过得非常快 六十放出来 看一下这个长直到控车 延续是没有问题的 再压一下 这边没有弹出来 想要先去对抗阿康顶一下 但这个也导致自己的出弯处了一点干扰 还好 0.1秒 这边可以再顶 顶开了 顶开了 直接形成反超 而阿尼也是现在和大家一起在跑 但阿康这边也有机会 后续顶开了宁清 顶开宁清之后 0.3的这个时间差 是影子已经消失了 再甩尾过来 后面接连弹射 只剩下最后的一个ECU点 还是有对抗机会的 看一下这个弯道 ECU释放 这道再顶 但最后一个弯道 看一下阿康从那道顶开宁清以后 速度上还是更快 哇 又是个0.01的这个时间差 感觉这局双方对抗非常激烈 完全拉满 这张图的弹射点是非常多的 那这个名字交替以后 就是各有内置位去卡位的情况 而且基本上卡成功的 这个概率还挺大的 明清先用的手 对吧 对 带那个弹射点 他是第一下就想先贴一下 然后再弹 但是没能够成功 然后自己弹完之后 还好这个距离没有被拉开 0.01的差距 所以说能够在后边室内的 那个直角弯 那里甩尾的时候 再去进行卡位 没错 但卡成功以后 其实阿康的这个损失 也不算特别大 对 就是回到了这个位置上的置换 然后后面又是连续的弹射点 然后也是来到了 阿康接连的对抗点 就是说这你来我往空房之间 最后还是让阿康给顶成功了 后续的两个弯道 明清也是发起对抗很凶 但是阿康还是很好去扛住压力了的 不错 那这样一来再搬一分 现在比分来到4比2 4比2的话还是阿康选途 阿康得一直选到4比4平 是 我觉得完全可以继续打机甲 是可以的 像序列 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目前的话还是狼队的这个带点 但是他得考虑的是 如果追到4比3了 可能下一张图就不能再打机甲了 老明清就可以留了 所以说他得在两辆机甲里面做一个选择 再留一辆 而且选择什么图我觉得挺关键的 那下张图先打机甲 然后4比3的时候选一张同车赛道 对 这个是理想情况 但是下张图也尤为重要 看一下他会怎么来选择吧 明清最后的几个弯其实一直想去贴一下 但是从那个ECU点下来之后呢 就没有办法形成有些对抗了 但是我觉得三辆机甲 大家之所以都会先选用孙悟空的情况 是因为这个机甲锁对应的赛道 它可能没有那么多 后面选车的这个限制没有那么大 哇 还选了一手神多 今天其实前面提到过啊 对 在面对到年轻的时候 其实很多张图是不太好打的 包括他自己的王图因为天赋 感觉当时说的是可能不会被选出来 但是感觉阿康尔很刚 很刚啊 这张图昨天明清打过风仔赢了 是 而且也是他在秋季赛 非常表现亮眼的一张赛道 后面这个断空飘的细节 而且这次起步的话明清更快一点 对 不会是自己的王图 气一看这边卡一下 再拉一个断空飘 也喜欢到 以后再释放过来 前面还是能够跟住的 这个前面WCW 今天在等候落地 路线非常好 阿康每次这个路线都还是能够提前在屋顶上断掉 落地以后就省得不要干脆了 是的 但是明清的路线也是非常完美啊 依然是0.3的差距 这边再甩尾过来 得看ECU了 这一次明清先走 都没掉 这也是阿康第三次跑这个图 连续过来 在这里就上墙 重庭 手速可能没有反应过来 这样俩的话 目前是2.3的这个时间差 对 它那个侧身应该相值了 对 也没有什么难点了 恭喜明清 拿下这局比赛胜利 侧身 我没有看到有 幅度太小了 对 然后直接就直冲冲的将直往前冲了 对 就是几乎没有看到有那个起飘 或者说这个起侧的这个痕迹啊 对一点 对 但如果有的话呢 就是将直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是可能没来及拉 但反正那里的直接撞停 就导致了本身在后半段 没有任何超出点的情况下 明清是非常顺利地 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那这样来 其实今天阿康的这个选途 是稍微有点没太看懂的 因为他就是顶着明清的几张王图在打 对 然后打下来的这个效果来说 其实有赢的 就比如说刚才的科隆 其实明显也是一个榜二榜三 对 刚刚王图吧 就是说对抗性上面 阿康在上一局发挥出来了 但这一局确实 我觉得在这几周来看 明清在几张图的发挥 有什么的话说的 明天这场比赛 对阿康来讲 就是比赛 有输有赢 这事很正常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要站着 就叫刚刚 你想打的图 对 就是他得选一些 可能 哪怕是你跑的也不错的 但是我依然有信心的赛道 这样咱们两个去 正面交一下手 不仅仅是科隆 包括前面这个亚特 还有就刚刚这个神度 哪怕我知道是你王图 但是我想打 我就依然要选出来 是 这样来 明清也是5比2 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对 今天这个冲线率 应该会更高一些 因为站的局数比较少 虽然说阿康后续 都有出现一些失误 但是今天整场表现的话 阿康这个起步 还是非常快的 而对于现在这个solo赛段来说 每个人都有一副 但是打到右边了 对 然后直接打过来了 跟别别的 有项目有顶目有顶目有需要 我们下期再见